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主人,哈欠真的会传染呀 不是传染,这是大脑的模仿行为 话说,小飞飞,你知道古时候的人是如何治疗失眠的吗? 嗯? 古时候没有安眠药,而是依靠熏香来治疗失眠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常用来盛放香薰的器具 博山炉 中国香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但早期多用的是植物香料 汉朝时,大量的番外香料进入中土 香文化更加繁荣 各式相聚,应远而生 汉朝的博山炉造型独特 其外形似一座显峻神秘的高山 在熏香时,香烟似一团仙气笼罩在香炉之上 西汉挫金博山炉,是在中山静芒墓中出土 高26厘米,足径9.7厘米 浑身用金丝和金片做出舒展的云气纹 炉盖上因山式镂孔,雕塑出生动的山间景色 山鸾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 清洁的小猴或蹲聚在鸾峰高处 或骑坐在兽背上嬉戏玩耍 几棵小树点缀其间 猎人手持弓箭巡猎山间 刻画出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 细部使用挫金装饰 石井物更显生意盎然 该气造型壮观 宛如多风之山 人树的引线更增加其神秘感 其炉体用刚柔相继的金丝和金片 挫出舒展的云气装饰着山鸾 产生行云流水的艺术效果 香料在其幽深的炉腹中 隐藏固体的形态 在火焰中在人们视线的背后 悄无声息地燃烧 幻化成鸟鸟青烟 飘满了人间 那股神秘而持久的幽香 逗留在博山炉上 使仙境不仅有了形象 还有气味 那奇幻迷离的香气 正是对仙境的最佳注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